接下来我们勾一下这个嘴巴的部分 嘴巴的起针方法和我们这个主体部分的起针方法比较接近 都是环形起针的一个方法 把线绕手指一圈 然后捏住拿下来 把线搭好 然后呢我们勾六个短针 穿针把线勾住拉过来 勾一个辫子针就可以了 然后呢穿针勾一个短针 第一圈就是勾六个短针 勾好之后我们把这个小线尾用力拉紧 然后连接一下 在第一个短针针眼里面穿针 拉过来连接好 接下来勾第二圈 第二圈呢不加针不减针 勾着六个短针 勾一个辫子针 然后在每一个针眼里面对应勾上一个短针 这个嘴巴呢总共就勾这两圈就可以了 勾完之后呢把线直接拉长 剪断 还是用这缝合针来进行下第二圈的这个手尾相接 大家看一下 这是第一针 在第二个针眼里面穿针 然后找到最后的一个短针针眼 挑后半针 连同这个第一针 这个后半针这样一同穿过去都可以 大家看一下 这个嘴巴就完成了 非常简单的一个过程 嘴巴勾好之后 接下来我们勾一下这个角的部分 我们流出这样一段距离 先这样 打一个线结 我们先勾五个辫子针 勾好这五个辫子针之后 接下来 大家看一下 我们勾三个辫子针 这是脚趾的部分 勾好之后呢 我们在刚才勾的第五针 辫子针针眼里面穿针 勾一个引拔针连接 接下来再勾三个辫子针 还在第五个针眼里面穿针 勾一个引拔针连接 然后再勾一个脚趾 再连接一下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角就完成了 非常简单 把线拉过来直接剪断 按这个方法 我们需要勾出两个这样的角来 一会儿呢 我们再把纤维呢 从反面藏一藏就可以了 好 姐妹们看一下 我们把每一个小布件都已经勾好了 两个翅膀 两个脚 一个鼻子 那么勾好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进行缝合 先把这个翅膀缝合起来 翅膀的缝合位置呢 我们是在从底部开始数 第六圈长针的位置 我们可以这样捏扁 缝在这个第六圈的所有两侧就可以了 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缝合方法 非常简单 就固定在这儿就可以了 就这样缝上几针 固定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按这个方法 把两个翅膀全部缝好 好 姐妹们看一下 把翅膀缝好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在两个翅膀中间的这个位置 稍微靠下一点 把这个嘴巴缝在这个位置 大家简单看一下缝合的这个过程 你就顺着这个嘴巴 下面圆形的轮廓 缝在这个蛋蛋上面就可以了 就这样顺着缝合起来 那么我们这个嘴巴缝好之后 接下来呢 我们缝一下脚的这个部分 就缝在第一圈和第二圈中间的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用我们预留的这根线来缝 直接这样对应着缝在这个地方 就这么缝上两针就可以了 按这个方法 我们把这两只脚全部缝好 最后呢 我们再把两个眼睛缝在这个嘴巴的左右两侧 我们这个蛋蛋就完成了 好了 感谢姐妹们的观看 我是娟恩姐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